大家好,欢迎收看点子风水那么简单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Lily 身边有这位专系研究Alpha波的嘉宾Betty Hello,大家好 还有继续有Li Sir 大家好 Betty,请问你研究的Alpha波 对于人体或环境有什么作用? 今天很开心可以上到这个节目 和大家分享Alpha波的一些小知识 其实Alpha波在我们的空间里面 其实有很多波长 Alpha波其实就像波长里面一个维他命 因为我们身体也要维他命 Alpha波其实对我们人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Alpha波尤其是我们可能会在什么地方找到多些 我们在郊外、郊野公园 或者是在海边 我们会找到这一类的波长是会比较强一点的 但是在城市里面 因为我们有很多WiFi 很多电器 有很多不同的波长 其实在干扰着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们就发觉 我们在情绪上来说 我们在城市的情绪 大部分的城市人 都会比较紧张一点 压力大一点 可能个人会没有那么开心 但是去到大自然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心情好一点 其实这个就是其中一个Alpha波 为什么对我们人体这么重要的原因 请问黎sir 究竟Alpha波怎么可以应用在风水里面呢 其实曾经在一集我都说过 应用在室内设计 风水、能量、气场那里 其实Alpha波这个占的比重是很大的 因为在这个Alpha波的状态之下 其实那个能量场是比较和谐 譬如来说在一些零修室 或者是一些打坐的冥想房 或者是一些养生店 其实他们应用很多的 譬如它的背景音乐都很和谐 亦都会有Alpha波出现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要去到郊外 你知道城市人 去到郊外 其实不是那么多机会 去到郊外来说 其实是Charge up 就是我们充电 其实Alpha波这一样东西 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做 只不过就是说我们不知道 其实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睡觉 与未睡觉之前的Mode 其实是进入Alpha波 在一个显意识 显意识就是说我们日常工作 消耗着能量 那些是说Data波 我们处于在一个 越清晰的状态之下 越工作得多 其实那个压力 能量的损耗 为什么我们需要睡觉呢 为什么我亦都那么着重那个睡眠呢 其实是Alpha波 我在那个能量风水 那里也都说得很清楚 一般来说 我搞一个能量场 第一步 就令到那些人好睡点 好睡点 其实是进入这个Alpha波的第一步 今天也很高兴 Betty 在这里 会有一些Alpha波 是有一些德国的科技 去引入来 也都很方便 我们设置了能量场 在空间里也好 或者是戴在身上也好 其实个人会和谐一点 血液循环好一点 其实个人都会精神 放松 各方面都做得好一点 或者Betty 你或者分享一下 有些什么个案可以做过 OK 好像刚刚李sir有提到 现在其实 科技都非常进步 就是由 如何可以将Alpha波 放入一些仪器里面 或者一些工具里面 可以帮助到我们的人体 其实 现在在德国 其实德国在Alpha波 或者是量子科技上面 其实都研发很先进 他们先进到 可以将Alpha波 做一个移动式 就是说你可以将这个波场 带到去哪里都可以 OK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就是德国的产品 我们称为Alpha波 其实是一个移动式的Alpha波 因为我们不能经常说 我们去海边或者大自然 这个科学家就将 大自然Alpha波的频率 带到我们身边 就像李sir刚刚说的 都市人有很多人都睡不着 就是睡得不好不是睡不着 但是睡得不好 那个品质是不好的 有了这个Alpha波的时候 就可以帮助他们 容易点睡觉 还有那个睡觉的状态会好一点 当我们人体的 睡觉状态好一点的时候 就一定精神一点 还有你的身体的修复 也是会好一点的 好了 Lilia 其实你都曾经用过一些 Alpha波的耳机 去帮助脑放松的 但是 你个人有很多问题 比如情绪上 或者是个人比较紧张 或者身体的痛症 其实你都找过很多方法的了 其实你都未完全解决到这个问题 其实你都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未找风水师 我看过很多医生 吃过很多不同的药物 湿皮纹 其实都是 好一会儿的 可能好几天 然后又会回法 情况一直都很不稳定 也有用那些 有Alpha波的耳机 一天都要听差不多一个小时 但是 某一天没有听 又怎样呢 今天很紧张 那部机又重重的 经常带着在身 不太方便 这个也轻 也不重 我觉得 把它放在身 就 拿出街都是 比较轻便 还有这条很轻便 随身攜带的颈链 又可以衬到衣服 还有随时随地 将大自然的频率 带在身边 真的好像整天都浸淫着 在大自然那种舒服的状态里面 脑子都会很平静 Lidia 你刚才所说的 你说找风水师可以帮你 其实我的见解 未必是这样看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 点子风水这么简单 其实 亦都是讲一些风水以外的知识 你家里其实是受着一个电标房影响的 这么多个方位来说 其实这个方位 你家里的南边是影响得你挺重要的 相对来说 你的家人可能觉得你 你应该是没什么事 为什么你经常这么说呢 但是如果你用风水的角度 其实你未必察觉到这些问题 我们察觉到这些问题来说 我们透过量子而去分析这些气场 而且亦都可以透过 alpha spin这些工具可以平衡的 所以来说你带在身上 和在空间做一些布置 其实会将你的能量墙 会平衡 将你的痛症 情绪亦都可以有所改善 就好像孙和简一样 有些孙性在右边的话 左边就放一些好的能量去平衡它 没错 或者我们找一集 就详细讲一下在空间上 为什么alpha波可以帮到手 下一集再见 Bye